hello大家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觉得生活中能给我带来幸福感 提高生活质量的小物 我相信很多人已经分享过这个主题了 所以今天我尽量会说一些 没有被分享过的东西 希望你们会喜欢 首先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可以说是 17年以来我觉得幸福感 特别爆棚的一个时刻 我记得那是1月的一天 那天东东落下了很大的雪 外面阴沉沉的气温又非常的低 就是你绝对不会想要出门 然后那一天呢 我就在我自己的小书房里面 给自己泡上一杯咖啡 然后点上我最喜欢的香薰蜡烛 然后放上 放着我最喜欢听的歌 然后做我最喜欢做的事情 之一就是画画 那么这张照片里面 我要说三样东西 第一样我想要分享的东西 就是跟香薰蜡烛有关 我相信大部分做过这个主题的人都推荐了香薰蜡烛 所以在这里我就不赘述了 只说一句 如果你还没有入坑 然后你不是对香水香味这种东西过敏或者是比较抗拒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 因为我觉得你的房间里点了香薰蜡烛之后 整个氛围就不一样了 你做任何事情你的心情也会好一些 今天我想推荐的东西呢 可能是这一组 他们是修剪你的香薰蜡烛 它的那个竹头的工具 我不知道它原版是不是大牌 像DipTick或者是Jo Malone他们做的 但是这一组就是在淘宝上连入的 价格非常便宜 当然是相对于那个来说 我觉得可能100人民币左右 我会把关键字打在视频的下方 这三样东西里面 我觉得毫无疑问 这个剪子是最有用的 它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前面是一个像小勺子一样 一个平的一个小surface 就是我以前最早是用剪刀 或去修剪那个烧很长的那个一段竹心 但是它的问题就是 它已经非常的几乎粉末化了 所以你剪子一去碰 它很多时候它就自己掉在那个竹 它的蜡烛杯里面 然后你要再去用手把它抠出来 是非常messive一件事情 而且很多时候它就更是散的 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我觉得就很讨厌 这种困扰我 那么这个剪子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就是你这么平着 这么一刀下去 然后那个不要的部分 就会躺在这个小勺子上面 那么你把它平一出来倒掉 就OK了 非常好用 然后这两个是什么呢 首先说这个 这个就是用来熄灭蜡子的一个东西 如果你的香菌蜡烛没有自带它的盖子 或者是你没有买那个专门就那种玻璃罩 你把它一盖它一会儿因为缺氧它就它就熄灭了 那么这个东西就可以代替刚刚说到的那些自带的东西 你把它这样照在那个火苗上过一会儿它就会熄灭 烟还是会有的 但是我觉得它是比你肯定是比你直接去吹灭它要好很多 第三样是这个钩子 这个就是你在操作的时候 不小心还是比方说有那个竹心掉进去 你就可以用它来捞 一捞就是一般是会 对它会建议你是在熄灭了之后过一会儿 已经看到没有那个火苗了 也没有红色的部分了 你立刻就去修剪 你不要等它完全冷掉了之后再去修剪 它是这么说的 那么有的时候你修剪还是有不小心 就是有竹心掉在那个蜡烛的那个液体里头 你用这个捞也是非常的方便 所以非常推第二个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呢 是蓝牙音箱 我个人自己录的是这个BOSE的SUNLINK MINI 2 本来我也是觉得没有必要去投资一个蓝牙音箱 因为在家里我是做什么事情都需要BGM的一个人 那么以前就是用手机啊或者是电脑开着音乐在那听 但是自从入了它以后我觉得真的是不一样 最重要的就是音质 还有它的便携程度 以前就比方说我们我家里是有一个连着电视的那种音箱 那么有一个插口你把它插在你本来插那个耳机的手机上插耳机的部分的时候就可以用音箱放了 可是它的问题就是你的手机就得放在那里 没办法去你其他的房间 那么有了它以后不管去哪里 哪怕是你去洗澡 你就把那个放在你的浴室外头你放就可以了 就是你做任何事情一个非常高质量的一个音乐陪伴着你 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觉得像天气好的时候 你和你的朋友出去比如说去cottage啊 或者哪怕只是一起约织打打麻将打打牌 那么有这么一个东西放在后面多一些感觉 有一个BGM 我觉得你们在做的那件事本身也会提高一个质量 那么第三样想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咖啡机 你看我又给自己弄了一杯咖啡 我就是那种生活中离不开咖啡的人 我每天去上班的时候早上都要给自己弄一杯一个大的马克的一杯咖啡 那么如果你跟我一样也喜欢喝咖啡的话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成本问题吧 如果你每一天都去星巴克或者是像Tim Portons这样的地方买一杯咖啡 其实也挺贵的 所以最早呢我是就在沃尔玛买的那种很便宜二三十块钱 那种带大玻璃壶的那种咖啡机 后来呢买了一个Teacup的一个叫Tasimbo吧那个牌子 类似K Cup就是那种胶囊式的咖啡机 但是其实成本非常更贵 可能还可能跟你去每天一杯星巴克差不多这样 而且它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呢我不喜欢的就是它的Size每次只能冲一杯 可是我需要一马克呀 对吧 所以呢去年黑五我就给自己换了一台 叫做Ninja这个牌子 它应该是在美国 就是在北美市场吧 这样的一个牌子 我最看中它的一个功能呢 就是它可以打奶泡 那么这个呢是在微波炉里面盯了45秒左右的牛奶 你就用它替代的这个转头 这样上下的你就按它那个键 然后上下的晃一晃 你现在可以看到牛奶的体积已经应该翻倍了吧 非常蓬松的这个像是专业的店里面打出来的奶泡 那现在我是把它调到第二档 大概12ounce这个Size 然后选择的是Rich Brew 就是它就是会冲的口感比较浓郁一些 那么这个机器还自带Drip Stop的功能 像这样 撒点糖 搅一搅 一杯咖啡就好啦 是不是很酷炫呢 然后最后这个是那个转头 你把它洗干净放回去就好 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两件收纳首饰的东西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这样子 一个我是用来放我的所有的耳钉啊耳环啊这些东西 它长得我觉得特别好看 它是金色和这种透明玻璃的一个组合 然后呢它有一个这个小的开关你可以把它锁起来 也可以这样子打开 它分成三格 这样子 你可以按自己的喜好分类 它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对于如果你也没有特别夸张 或者是你是比如说耳环收集者 你有超多的这个耳环放不下 嗯那可能不适合你 可能太小了 但是像我自己大概也就撑死了20对吧 这样子足够了 而且我觉得它的体积放在我的那个梳妆牌 自带的那个扁扁的抽屉里刚刚好呢放进去 然后打开也没有问题 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它颜值挺高的 非常好用我喜欢 那么第二件呢跟它我觉得是同一个风格 因为它两个都是在同一家电商 Urban Outfit上面买的 这家电商我顺便推荐一下 我特别的喜欢 你能淘到很多比较潮的衣服 很有设计感 然后鞋子 文具家居用品 很多很多 就是也是个大坑 就是经常比如说它搞活动的时候 你点击就出不来了 Anyways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它是用来收纳项链的 当然这个你看到了 它并不是很多 我相信如果是那种 比如说 吉凤尼或者是更好的那种项链 你肯定是有自己的首饰盒的 那么像这种 我是用来收纳这种 像比如说毛衣链啊这种 我其实刚买 所以呢还没有把它挂满 但这个呢它分量很沉 底下是有点类似像这种大理石原石 我觉得很有质感 做装饰也非常好看 我一般就是把它放在我身后的这个柜子上面 我觉得特别好看 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推荐两样 迷你打印机 先说这个吧 这个呢就是富士公司旗下的 Instax Share SP2 这是最新的一个型号 它以前还出过SP1 我相信大家对拍立得都很熟悉了 不管你有没有 那么我最早也是有拍立得的人 我对他真的是又爱又恨 我爱的呢当然就是 大家对这种这么一小张拍立得的迷恋 就是它自带滤镜 而且它这么小小的底下呢 可以写很多你想 任何你想说的话 你还可以就是自己在上面涂鸦 然后create出一个 比如说照片墙啊 或者是放在那种很有设计感的小项框里面 装饰你的家都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那我恨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不能保证它的成片率 就是拍出来的每一张都是你满意的 这点我非常的讨厌 而且它相值也挺贵的 然后所以后来我就渐渐不用了 那么这个的出现 我觉得又燃起了我对拍立得的爱 因为基本上它就是 它跟你的手机连上以后 手机里的任何照片 都可以从它这个机器里面打出来 那么你就是做任何你想做的P图 你满意了之后 你再用它跟那个 自己原来的那个拍立得是一样的项目 你用它打出来 就是每一张你打出来的都是你想要的样子啊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完美 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打一张试试看好了 就是按这个键把它打开了以后 它这个绿灯亮了就表示它开机了 然后呢 你Go to你的WiFi 然后连上它这个名字叫Instax的WiFi 然后打开它的APP 它的APP长这样 长这样 非常的好操作 然后你就到你的这个相片里面去找一张你想打的照片好了 我随便打一张我喜欢的一个这个画家在Instagram上播一张他的作品好了 那我先放在这里 散了 就 那我们等它的时候 我就说说这个好了 那么这个机器呢 是佳能的Selfie 型号是CP900 这个我已经买了好几年了 今年我看现在已经出到CP1200了 那么这个呢 我用它来干嘛呢 就是最开始就是为了打自己打4×6的那种相片 打出来的质量跟你去外面打没有什么差别 那个成片效果非常好 那么它4×6的相片它是跟着这种出片值 你就把它给这么连上去 然后这样打 然后后来我第二个我很爱它的一个功能 就是它还可以接这种小的 那它是用来干嘛的呢 它是用来打贴纸的 因为我是玩手杖的人 所以我非常经常是希望就是在排版的时候贴上一些我生活中有趣的一些相片 可是你又不想让一张超大 然后又硬 你还拿胶水去黏吗 这个就不切死寂 所以呢 这个特别好 它是专用了贴纸的相纸 很小 而且你可以自己排版 比如说这么一张 然后你打四张这样子 然后你再自己剪 就是特别好用 所以这两个小的mini printer 就是满足了我生活中所有的需要 接下来呢想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真脸机 很多人都在问呢真脸机到底值不值得买 呃我觉得有用 值得买 我觉得虽然我没有用过 可是我觉得这个名不见经转的这个小牌子已经让我觉得挺好用的了 这个可能就50加币吧 如果打折的话可能才40多块钱 那么我觉得首先我是享受使用它的过程 他们你看它后面 你看它后面这是放水的地方 一次它差不多能够大概last10分钟左右吧 10几分钟 那么整个过程我觉得就像自己在家做SPA一样 你把那个喜欢的音乐一放香气蜡烛一点 我觉得特别享受 那么用途方面 我觉得我一般用它是在要做深层清洁之前 就是比方说要敷齐尔式的白泥面膜啊 或者是做一个去黑头的一个一个动作 在这个之前它可以唤醒你的毛细孔 所以我觉得值得入50块钱 卖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最后呢给大家推荐一个猪油 它的原版的名字叫做Dixit 中文版翻译叫知言骗语 我相信很多不喜欢猪油 或者对它没有兴趣的人 是因为觉得说猪油它的规则太复杂了 每一个都有那么长的这个manual要去读 要了解这个世界观啊 这个得分怎么计分 然后我怎样才能赢这些 他们不想花时间去了解 那么我推荐我喜欢这个游戏 并且现在想要推荐它的最大原因 就是它的规则非常的简单 基本上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 然后那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它的积分牌 基本上规则就是谁先拿到30分谁就赢 然后它的卡牌呢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长这样 基本上它就是靠这些卡牌 这些是每个玩家代表 就是用来计分的 就不需要多说 那么它的牌是什么呢 它的牌都是由一些艺术家 或者是插画家去画的这些画 给大家看一下 都是 包含的元素非常多 信息量很大 但是它有趣的地方 在于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注意到同样一件东西 每个人可能看到 结合他自己的经历 他看过的书 电影 听过的歌 发生过的事 他可以由一张卡里面读出很多不同的信息 那么基本上它的玩法就是 每一个玩家手里边随机抽五张牌 然后每一轮有一个人提供一个关键字 然后呢 每个人看自己手上的五张牌 抽 选出一张自己觉得跟那个关键字最接近的一张牌 然后呢 大家把所有的牌打乱 然后layout在桌子上 这个时候大家就观察 然后投票 就是去猜 这个给关键字的人的牌到底是哪一张 那么它的学生方法是什么呢 它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猜对的人越多得的分越高 并不是这样 如果所有人都猜出来了 或者是没有一个人都能猜出来 这两种情况都是 这个出关键字的人是得到任何分的 所以这个游戏它的目标就是 让那么特定的人群 这个玩家猜到你心里在想什么 那么我觉得玩这个游戏很妙的一个体验就是 你可能在猜会不会那个人能get到 你给的这个关键字 你可能觉得这首歌那么冷门 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 或者是一本书特别的篇 你不确定谁看过 可是当这些玩家里面有那么一个人get到 你在想什么的时候那一瞬间那个距离就很快的拉近了 所以很多时候你不是你玩家都是可能是第一次见面 可是用这种方式你当时的心情真的就是天哪 我们可以做朋友 分享一张很妙的我个人的经历吧 这张牌 大家能看出什么信息呢 联想到自己的什么经历呢 当时是在场的 我是猜的那个人 然后那个给关键字的人说的是盗墓笔记 然后我瞬间看到这张卡 我就想到了青铜门 如果看过的人肯定懂这个梗 然后当时周围有一些比如说是直接跟盗墓好像有那么点关系 比如说它是一个一个墓地呀 或者是一些感觉那个这个这个气氛很阴暗呢 或者甚至有这个锄头啊 这都有可能这支卡牌 所以当场只有我一个人猜对了 我那一瞬间我超开心 我就觉得天哪你也看 你懂那个意思吗 总之我觉得这个游戏非常易上手 乐趣无穷 然后能很快的拉近距离 是social的一个良器 而且它有趣的地方在于 不是它游戏的本身 而是你每一次换不同的人玩 那个体验都不一样 even这张牌你已经抽到十次了 可是出题的人不一样 他们的经历也不一样 所以每一次玩都有新的体验 所以如果你对桌游没有兴趣 但听了我的介绍和推荐 对它稍微燃起了一些热情 我强烈推荐去入一个这个游戏 然后和你的朋友在没事的时间 除了打麻将试试新的东西 我觉得会很有意思 好了 以上就是我想给大家推荐的 能够带来幸福感的小物 希望你们会喜欢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lied켓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